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因为我工作上的需要,我经常都看抖音和小红书 我看小红书经常见到很多骗案,或者是骗子手法 其实有很多教導人如何来做这个学历 用来做这个高材通财计划 如何在香港开公司来骗政府的津贴 骗香港政府的津贴 今天刚刚我看到有个Facebook叫做流星机 今天提一提小红书,就是有人欺骗科技卷 欺骗这个筆,即是一带一路基金的津贴 我觉得他讲得不够详细,或者我详细一点跟大家讲一次 没有的了,现在香港只要放这么多大陆的丐帮和骗子 不骗你骗谁,就当你提款基金这样 今天我的话题主要是围续着科技卷和筆,一带一路基金的津贴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他们如何骗政府 所以今集的流行都非常精彩,大家千万不要错觉了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请帮手订阅 请赞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手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港府大力推荐这个高财和专财计划 我估计,其实他们的资格有一半是偽造价的 你也知道香港政府,可能只有几个人 就审批了二十几万这个合资格 这几个月,一年,一年审批了二十几万 大家计计一下,他的工作量其实是很夸张的 即是一天不知做多少单 这种做法,根本是没有什么详细去审查这些人的背景 文憑或者工作的真实性 根本大家都是搬自个字 看见有copy,就是pass 我相信有一本的人,一些东西都是假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心急来香港做香港居民 因为想翌日拿香港的福利 包括这个小孩的免费教育 将来的免费医疗 好了,除了拿福利之外 最近小红书就开始教人家 就开公司,就压政府津贴了 是压香港政府津贴了 大家都看到这个小红书一写什么? 高财创业一年,能拿到一百七十万补贴 其实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主要是环约着两个津贴的 一个津贴就是科技卷 一个津贴就是一带一路基金 就是我们俗称的不合必要D 我先讲科技卷 科技卷在这里写六十万 我知道应该是七十万 不要管,六十万或七十万 最高可以拿得到 科技卷他怎么做呢? 他就先要开一间有限公司 开一间香港有限公司 他就可以申请科技卷 科技卷最简单就是写一网站 一个网站大家可以知道可大可少 例如你写一个购物网 其实外面有很多罐头 可能几千至几万元已经有了 但很多人就是Taylor Make 什么是Taylor Make 就是专与自己这样做 就将它做到很复杂 又有些什么 坦白说,你多复杂都好 都是那间科技公司 究竟是不是做一间 还是做十间 对不对? 他做一间可能是很辛苦 写出来的 但当他有了这个零售版之后 他做十间的成本 当他做了100间的时候 就更加便宜了 所以这些通常是 拍着一些科技公司 就走去做的了 科技公司没什么所谓 做了一个馅子出来 然后你换些什么 去收取一些东西 所以对科技公司来说 都不是一个难度 一定要找一些科技公司 香港科技公司夹份 也要找一些中间人 因为科技公司开张单给你 你真的要付钱过去 但中间的流程 肯定这些小红书 对于那些顾问公司 我们叫中间也好 叫顾问也好 一定会帮你全套做好 包括预备好钱 然后如何问科技公司 拿一些现金 再分给你 这些全部都是中间的公司 会做完 坦白说 其实这些网站 用不需要几十万呢? 我就不知道 香港政府为什么会这么慷慨 做几十万 如果他家公司 真的要做几十万 这些网站 他公司一定是大公司 不是中小型 是不是 大公司 这些花贵你资助吗? 这些就是香港政府的漏洞 总之 批了个额出来 你们来申请 香港人都还好 你始终都是给香港人用 但现在告诉你 你是在对14亿人的骗子 14亿人 你想想 初初如果他申请到的时候 14亿人都来开公司 有什么所谓 来开公司来骗你 现在香港政府的问题 要不就把科技券切掉 或者切到小一点 7千元 摸七十万 7千元 那些人就没有兴趣搞 中介费也不够 我相信 第一 香港人没有什么人做生意 第二 香港人是否真的窮到 连网站都没有钱 是否要政府会资助呢? 我觉得科技券资助 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产品 就是刚刚有互联网的时候 建了一个网站 当然是贵 但是现在互联网都普及了这么多 一般的互联网 你整个网页的 几千元已经有得还 你再深入一点的 几十万是有低的 可以做到几十万的公司 是否已经是大公司 是不需要政府资助呢? 我也说了给你听 根本的公司只要做了一个行业 譬如你是一个零售业的 他做了一个出来 一百间都是这样申请 一千间都是这样申请 只要改一些消息 对不对? 那么你想想 上面有14亿人 你不要说14亿人 我当你只有百分之一 千四万 是吧? 即是千四间公司 下来 好吗? 你香港政府 你有多少钱 这样扔下去? 根本给大陆人 要么就限定了 你未居满七年 你就不能申请科技券 那么起码 你比香港人欺骗也好 比这些大陆人欺骗 我心态就是 反正政府的钱都被人欺骗 你当然比香港人欺骗 好过这些大陆人欺骗 好了 BUD 这个专行基金是什么呢? 中文叫一带一路基金 这是梁振英 那时候提出来的 就是如何呢? 如果你在一带一路的国家 你就可以得到资助 就是 其实什么是一带一路 大陆都算了 除了台湾不行之外 我理解 好像全球都可以 好像只有几个国家不行 是不是 美国 台湾 日本好像不行 只有几个国家不行 只有几个国家不行 你北韩也可以 我相信 北韩 伊朗也可以 全世界都可以 只有几个国家不行 你回投资也可以 是不是? 他才赞助你们 做这些一带一路协助的国家 给一个资助你 他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 你请人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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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资机器 推广 就是广告 总之政府资助你一本 就是你出一元 政府出一元 好像每年一个限额 是一百万或二百万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这么久 我就忘记了 他七百万 是不是每年二百万 第四年就一百万 因为我不是很记得这个组合 我假设他每年给你有二百万 就是 你可以申请的就是 是不是 你拿四百万的单给他 他好像每年就给你二百万 就是你一半政府的一半 四百万的单就包括什么 你出粮 出粮很简单 在大陆局来说 反正现在大陆人 有很多人失业 他就在大陆邀请亲戚朋友做事 就是在大陆 基本上都是出粮 而已 出粮 这里可以出估话 接着还有哪个出估话 做一个推广 就是下广告 下广告大家 下广告可大可小 随便和你下广告费 他一定有些单单 给你 下了哪几个平台 其实人数码 是不是要这么大 就是他们自己计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一带一路基金 又是狠狠狠的 现在还有哪一带一路 曬枸气 梁振英 应该是搞出来的 我估计小熬书 说到一百七十万 他意思是一年大概可以拿到一百七十万 你可以拿到三年的 你这个笔 那里 你记住 你拿回那二百万 不是你拿 你拿袋的 我想三十万 是不是那些人 我明白 他为什么要一百七十万 他应该就是一年四百万 就是一年二百万 那你有七三十万 应该就是中介拿袋的 那一百七十万 就是你拿袋 因为你真的要 有些人工支出 你有些得入伙子 你要给的 你真的有些实际支出 虽然你的数码大了 一定是码高了 来到政府申请的 那么中介呢 你收二百万 中介可能收回你三十万 中介会和你搞这些东西的 因为你收了一百七十万 你虽然说是码大了 但是你也有成本的 你可能实际落袋 我想是一百万 就是 可能你落袋 就一百万 然后中介就有三十万 就是这样的分配 分配我不知道怎么分配 因为我没有问过 上面小学书那些中介 都是这样的形式 我带着一个问题 这些科技券也好 或者这些笔 一带落基金图 本来就帮助香港人 做这个网站 或者是向海外开拓市场 那现在呢 那么多的专材下来 又怎样 喂 你变成了开放了 对这些丐帮 这些骗子 开放了 别人就当你香港政府 提款机了 是吧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提议呢 就是怎样呢 把这两个计划取消去最好 取消了 就没有人再会有 这样的犯案的手法了 不过香港政府呢 就后知后觉的 都会知道那时候 已经可能被投资了很多亿 都未定 可能是过千亿 哈哈哈 对吧 很多人 十四亿人 你说有多少片子之中呢 好了 今天话题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听先 拜拜 拜拜